另外一个族群我觉得就是在面板的部分 其实今天的话很明显的一些驱动IC也很明显的在做转强 不管是联勇或者是敦泰就是细创还是说在整个天狱的部分 这些所谓的IC的驱动IC的部分 整个族群都有很明显的就是上涨 那有的都来到将近涨顶板 那其实整个面板的部分来说的话 之前有提到就是前一波的这个上涨之后 这边虽然有稍微压回到去测试这个季线的支撑 不过看起来的话 其实因为接下来整个季线是不管是友达或者是群创 都有就是要往上的一个就是由 季线是由下弯转为往上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其实接下来的一到两个月对于面板的这两只老虎来说 我觉得都还蛮值得去做 在这个价位当中都蛮值得去做一个留意的 都还是存在着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机会 那包含一些所谓的外资或投信 其实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回来了去在整个的一个就是面板的一个族群上面 所以其实可以优先从比较强的群创或者是友达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追踪跟一个就是锁地 好那以上的话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那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